連結婚禮 反共一片比起 你剛剛說的那些強暴或是社會問題應該要從根本才覺得 可是講到國當中有這個能力嗎? 可以可以聽說一些團體的權力好像 還有 還有那個 如果你說人口過多就可以去坐牌 我覺得是不對的 你應該從根本解決你可以去坐牌 或者是去 你應該要從根本解決吧 有什麼方法 你說人口跟多的話就沒有坐牌 可是 可是今天是不對 你還有什麼方法 不過 他生下來的孩子 他如果想說自己的小孩子 想到冠軍的野花 你那個合法化還是 還是一定要有自己的價值 然後非法的一定會比較便宜 所以他還是會 反而會增加那個 做他非法化的那個 如果做他非法化的那個 如果做他非法化如果通過的話 那如果 就是可以 製造多一年 製造 那他會降格會降 可是他現在的要命 可是這樣的觀念是錯誤的啊 你這樣子一直砸合 拔壞的那個 你這樣根本沒有解決他那個 那個 那個 坐牌 直下坐牌的那個 想像 被這個 養分的 那是正方 正方結練 坐牌有很多原因 所以 各國多巴克 多巴克是以生命 與健康為考量 再來是社會與經濟醫術 有時候是因為 為了母體的生命 著想 為了母體的生理 或心理 健康著想 例如 有人的身體 不適合懷孕 卻不小心懷孕了 有時候是因為 已經被檢查出 胎兒不健康 或已經沒有生命經驗 有時候是因為 母體的年齡 家庭 經濟 婚姻等醫術 有時候母體是在 非自願的情形下 懷孕 優生保健法 事實上更 呃 呃 呃 優生保健法 事實上更 事實上更 呃 呃 優生保健法 其考量主要還是在於 為了 讓 既定的 墮胎 行為 就必合法化 以免 婦女 前去尋找 密衣 進行墮胎 危害其 生命安全 這也是不少 國家 主張 墮胎和 法化的理由 如果 墮胎不合法化的話 那麼 婦女很容易 去找 去網路上 購買一些 非法藥品 或者是 勤求密衣的 幫助 那 這樣子 許多的婦女會 因為 做胎兒 喪失生命 胎兒造成 身體上的不適 之類 反方姐店 我是不支持墮胎的 首先 墮胎就是 忘了尊重人的生命 這種行動呢 就一直違背 我們家強調的 你要尊重別人 而且呢 在我們 要尊重別人的 原則下就是 不可殺無辜 即使是為了 救媽媽的神秘 也不可以這樣 濫殺無辜 來達成 其實 以現在的科學 已經不用像古代一樣 要直接墮胎了 其實我們有非常多的方法 就是 可以同時挽救母親 母嬰兒 而且 所以呢 當初 以特殊困境 來要求墮胎合法化的 其實一開始就 出現偏差 因為有偏差 所以他們陷入了 思考邏輯的 錯誤 他們認為 非法墮胎會出現 是因為 它不合法 所以他們就把 錯誤的方式 一直要求 合法化 直到最後 雖然合法化 只是那還是錯誤的東西啊 它一樣會對母體 有非常大的傷害 而且合法化的影響更大 因為很多人會想說 我有放脹性行為 沒有關係啊 我可以墮胎啊 而且現在甚至有人提出 我不用那個理由 就可以墮胎 這樣其實是一個 非常輕視他自己生命 還有他肚子裡面 胎兒子生命的行為 這樣的後果呢 就是 人們的性行為 就越來越 越來越開放 這也是為什麼 艾滋病會傳染的這麼快 因為他們覺得 就算我避孕施暴 我也可以墮胎啊 而且有時候 他們甚至不想避孕 他們覺得 墮胎更加的快速 更加的方便 所以呢 他們現在一直要求 更快速更方便的 墮胎方法 合法化 在這樣的形態下 當然 性氾濫 還有 自意墮胎 以及 我們剛剛提到的秘衣 它其實是完全 不告訴婦女說 你墮胎之後 會有任何的後癮症 她只想獨立 所以她當然 不會跟你講太多 直到很多婦女墮胎後 之後 她突然發現說 她其實完全不想 承受這種 墮胎後的痛苦 所以這樣的問題 也越來越多 因為墮胎後 身體與心理的負面影響 其實可以讓一個人 非常想去自殺 而且會選擇墮胎的人 通常是 沒有勇氣面對 自己的未來的人 事實上 我們應該 加強我們的教育 尊重生命 還有為自己的生命 負責 其實如果你想要有一個健康的寶寶 你應該要在婚前 就先慎重地選擇你的配偶 然後呢 你在懷孕的時候 也不可以抽菸 喝咖啡 算高跟鞋 挺身衣之類的 其實 有時候 你會怪責人說 為什麼不讓我做胎 我就不見他 問題是 有時候這其實是人類自己造成的 所以 我還是不只是做胎 因為種種的負面影響 都覺得 對母體非常不好 而且這也是一個 錯誤的倫理觀念 Çok muchas 感受到 多謝 感谢观看